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在过年前 与台中市警局联手 与台中市北区攻破地下兵工厂 嫌犯透过管道引进改造工具 并且持有长短枪共武把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 一枪炮弹要到卸管制条例 移送南投地检署证办 那这一次我们刑警大队 跨区到台中市去破获地下兵工厂 对于我们社会治安委育非常炸 这一次破获这个改造枪支 这个警政署非常重视治安维护工作 维护社会治安是责无旁贷的 那因为这一次的改造枪支 如果流入市面将造成 这个社会的一个危害的状况 那因为我们刑警大队也及时破获 让这一次的社会治安维护工作 能够更严满 也能够让我们的乡亲 能够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好年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将卫星指出 此次破案则是于中部某处公寓内 发现地下兵工厂 现场起货之士 非之士长短枪攻击5支 各式子弹共443发 也将嫌犯依枪炮弹要到卸管制条例 移送南投地检署证办 本局刑警大队在我们南投地检署 检察官的指挥之下 一日前在中部的某一个公寓 查获了地下的兵工厂 现场起货自士非自士的长短枪 总计有5支 各式的子弹有443发 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移送南投地检署来做一个侦办 而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在去年的6月12号修法生效之后 民众如果非法的持有或是制造 非自士的枪手枪 其刑棋是跟自士的手枪是相同的 请民众切误以身释法 现议员解自胜及现议员余秀营 改建南投县警局的封献与付出 此次破下地下兵工厂 相当值得肯定 诺枪支流入市面 对于社会治安有一定的威胁 这次我们破案的枪支这么多 是代表南投官听到双手 他们就随马上随去破案 这是南投官民非常欢喜 所以说我们的提案的特别较好 是证明我们警察局的行政局 非常认真 旅局长也非常用心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的表示 枪炮弹要导写管制条例 在去年6月12号修法生效后 民众如果非法持有制造非知识枪之等 其心旗与知识手枪是相同的 也呼吁民众切误以身释法 记得球迷剧南投财宝报道